一晚,星星就走到月光 就問他,你說誰最光? 月光就說,還不用說,當然是我,不用問 星星就笑,當然不是你,是我們 你看我們多光,閃閃閃閃 月光就說,當然不是 對啦,之後他們兩個就去問一個弟弟 那弟弟就說,嗯,是月光啊 突然間,一個黑暈就遮了月光 然後弟弟就立刻轉口,哦,原來是星星啊 他暈走了之後,那弟弟又說,哦,是月光啊 都信不過,他們兩位又去找另一個人 這次是一個伯伯,但伯伯就說,哦,我近時 對呀,又不清楚,很難說的哦,幫你們不到啊 那麼星星和月球呢,又沒有辦法 又去另一家人,又見到一個媽媽 我就問他,媽媽媽媽媽,你覺得是星星光啊 還是月光比較亮呢? 那媽媽就跟他們說,最亮的就是我的寶寶 咦,他是我的全部來的啊 哎呀,都沒有答案的 那麼月球呢,和星星呢,就去找地球了 啊,地球呢,一聽到一個問題就說 沒錯,月光的確是最漂亮,最光的 但是呢,你沒有驕傲啊 你記住啊,那些光呢,完全是要靠太陽給你 才有這麼光的啊 而星星呢,其實本身呢,就像太陽一樣的 不過,你沒有驕傲,因為你們一走近的話 就會很熱,很熱的啦 所以就算多光都好,都是沒用的 而你們兩個一起聯手的話呢 啊,整個晚上才是最漂亮,最漂亮的 有什麼好鬥呢? 啊,月光呢,和星星都很滿意這個答案 就多謝地球啦 所以說呢,各有各精彩 每一位啊,都有自己的魅力 都會自己發光的